为了强化民众资源回收以及环保意识 简安乡公所今年起寻回全乡办理资源回收宣导活动 乡长亲自走入巷弄向乡亲们宣传 藉由简单易懂或颇有趣的互动方式 加深民众垃圾分类的概念 简安乡公所15号在福星村土地公庙 举办第一场次的资源回收宣导活动 乡长游淑贞感谢全乡有超过1000位环保志工 和清洁队携手来互加园 让简安乡在108年109年都荣获多项捷径家园 还有资源回收的家机 游淑贞强调环保做得好 生活品质才会好 环保做得好 生活品质才会好 在这里谢谢35对1100多个环保志工 为我们签起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 我们还有更多环保分类回收 以及垃圾厨与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的工作 要来跟我们的环保志工们分享 希望他们可以当作种子老师 开花在我们每一个社区每个林里里面 来教育我们的乡民 来分享给我们的乡亲 当他们要丢垃圾的时候 一定要分类的好 因为最近我们立则 焚化炉的问题 让我们造成了一些垃圾 至爱的部分的瓶颈 所以我们希望在地方能够做得好 来把我们捡相的垃圾跟环境 都做到更加的优质 这场宣导活动由乡长游淑珍和清洁队资源回收班的班长 也是环教大使一国贤 将吉人减碳资源回收 垃圾减亮 遛狗不留便 还有登革热 小黑文防治等观念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 搭配图片 有讲真达 还有实际分类操作 让现场包括了庆丰 吉安 福西 南华 还有甘城春等近百味的乡亲 来做正确宣导 生根环保观念 期望可以全民共同来携手 营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这旅会竟然相报道